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聽眾朋友 你們好 我是余菲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和大家講一下金磚國的情況 也是時候要講一下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由今年2024年1月1日開始 金磚國正式擴容 金磚國在去年2023年正式公佈已經拍板容許和邀請合共六個國家加入 不過到今年1月1日 抗認加入的是五國 少了哪一國 稍後再講 無論如何 由五國變成十國 成員國增加了一倍 於是 立即就有分析 劃出一個大餅 劃出美好的願景 例如 估計將會成功去美元化等等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可以討論一下 不過 就在金磚國擴容半年後的6月份 輪任主席國俄羅斯在金磚國峰會發放信息 也都是金磚國組織的共同信息 就是 金磚國組織會暫停擴容 粗略怎麼辦 現在有20個國家已經提交了加入申請 40個國家考慮加入 於是 金磚國組織擴容和暫停擴容的拿捏 當中究竟反映什麼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 以下簡單和很快地由開始講起 24年前 大約踏入2000年前後 華爾街大鱷那些基金頭想炒作新興市場 當時人口大國 中國 印度 拉丁美洲的巴西和俄羅斯 被高盛的大鱷湊在一起 是他們將四個國家英文聘寫的頭一個字母合在一起 搞出Blake's BRIC這個字 因為和專頭Blake的讀音比較接近 所以就叫金磚四國 金磚四國基金概念就是這樣走出來 當時的目的是華爾街想炒起新興市場的股票 在武高隆低之間割新興國家的韭菜 所以金磚國這個名和概念 並不是這四個國家主動建盟而建立 背後的牽頭人且善人是美國基金巨頭 去到2003年前後 華爾街大鱷甚至炒到的是說 去到2050年世界經濟的主角 會被金磚五國囊括 是炒到這個程度 金磚國概念被提出五六年之後 四個國家化被動為主動 2006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舉行了首次的外長會面 之後的2008年 金磚國家的外長 在俄羅斯正式以金磚四國這個名義 舉行了一次外長會議 談談國際經濟、能源、環境、軍事等議題 去到2009年 大家留意是美國引發金融海嘯之後的那一年 金磚國先發展到領導人會誤這個層次 而且將金磚四國領導人會面常規化 所以追本溯源 金磚國概念在2000年前後 最先是由炒家提出的 經過89年的醞釀和發展 才成為一個常規機制 2010年底 同意被南非在2011年加入 就成為了金磚五國 去到這裡做一些歸纜 這個組織之所以可以由被動轉為主動 是因為當時這批發展中國家水平的國家 確是處於上升軌 不可以說他們是由0到3那麼低的發展 起碼是由4到7的那種程度上升軌 是未上到樽頸位那種快速上升階段 而對比起新興國家有比較大的上升空間 以美國為首的西歐 反過頭來面對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 因此在2009至2011年金磚五國 正式發展為一個組織 方便自己貿易往來 而同期的美國還出現佔領華爾街事件 2011年 西歐甚至多了人重讀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 上面就是拉回去一個比較立體的狀況 跟大家看清楚一點 2009至2011年的金磚國 那個起步點是什麼情況 上面說的是金磚國前傳 或者可以叫上半篇 以阿港發展到現在的下半篇 金磚國在2010年前後 正式成為一個機制之後 2012至14年間 就醞釀開設新開發銀行 Liu Development Bank 總部設在上海 又或者叫金磚國銀行 2015年正式開業 現任的行長是巴西前總統羅塞夫 再去到2017年 當年在中國廈門 中國習近平主席提出金磚家 這個擴容的合作概念 不是立即要增加新的成員國 是和很多國際組織一樣 設立一些觀察員國 和準成員國的機制 從而是最多國家之餘 又未至於正式增加會員國 這樣做就可以令到本身運作 未夠成熟的機制不需要急速膨脹 金磚家這個概念運作幾年之後 到2023年才正式擴容 宣布有六個國家 將會在2024年1月1日 正式加入金磚國組織 他們分別是沙特、沙地阿拉伯、埃及、阿聯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亞 但結果沙特因為國內意見未統一 沒有立即加入 又來一個小小歸納 2011年金磚國化被動為主動 並且成為一個常規機制 由那時候2011年再發展多10年 才去到2024年由5國變10國 即是最初由2000年前後 用了10年時間醞釀一個概念 這是被動的階段 當時主動的是華爾街 之後又用10年時間去建立機制 以及第一次擴容 由5國變10國 整個時間歷程是用了20多年時間 來到第一次擴容的今年 2024年 我們又看看始創的金磚四國本身 又處於什麼狀況 2024年的現在 輪任主席國俄羅斯 仍然在打俄烏之戰 而中國便面對內部經濟收縮的壓力 至於巴西 勞拉重新上台 但要面對一個被他卸任時 還倒退的巴西 花時間和大家回顧金磚國發展的進程 以及創始會員國 金磚四國的情況 我想大家都會猜到 擴容的今年 為何同時會宣布會暫停擴容 以我的看法和大家交流下 第一點觀察是 金磚國組織的發展和融合 需要的是時間 尤其是十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和實況 彼此也不相同 以埃塞俄比亞為例 加入去是以需要輔助為主 對於大家都只是發展中國家水平的這個組織來說 由五國擴容到十國 很多資源分配需要時間去消化一下 第二點觀察是 如果金磚國組織要建立更多內部機制 與十個國家商量 一定比與二十個國家商量容易很多 舉例今年的主席國俄羅斯 在另一個活動上 就是第十二屆聖比德寶國際法庭論壇上 提及大意說 金磚國家將來會在部分領域尋求有效的法律控制 意思是 十個國家可能在某些方面 要建立一些可以互通的法規 而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張宇彥教授認為 金磚國家有必要建立一個電子系統 是用於成員國之間的商戶支付和結算 金磚國家之間進行貿易貨幣和點結算 一直在磨合著 而是否需要建立金磚國的共同貨幣 是個需要討論和醞釀的重要課題 上面只是舉例 總而言之 金磚國現在主要的是貿易上的結盟 如果想做好和做實 單單就這方面已經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發展下去必然是涉及政治 和更複雜的其他面向 在現在這個想進一步深化合作的融合階段 一定是十個國家去談 比二十多個國家去談更容易 所以在年初擴容之後 在年中就宣佈暫停擴容 第三點觀察是 現在排隊想加入的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 和大家盤點一下情況 現在有二十多個國家提交了正式申請 有四十多個國家表達了想加入的願望 已經提交申請的國家 包括委內瑞拉、泰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 白俄羅斯、亞爾及利亞等等 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後進國 他們的經濟和國家實力 是在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區間之內 靠上一些或者靠下一些 即彼此的發展有些參差 就用歐盟為例 歐盟發展墮後一些歐洲國家 都很難與德國、法國等大國同步 於是歐盟號稱有二十六國 但現時因為彼此實力比較參差 需要發展的路向 窮一些國家和富有一些國家的發展 所需要的東西不會完全相同 因此在總體上 歐盟長期處於有裂痕的狀態 不過這種有限度的裂痕 不足以影響歐盟這個整體的內聚力 主要是因為歐盟的基礎夠深 承受得起一定會存在的裂痕 歐盟固然是在1990年代才成立 不過歐盟的前身 歐洲梅江共同體在1952年已經建立 歐盟的歷史淵源和時間長度 令它承受得起擴容之後 和部分國家彼此意見不合 歐盟國家內部意見不合 但最終都不會輕易離開歐盟 巨頭到好像英國一樣 都要用幾年時間去消化脫歐的震盪 對比之下 只有13年左右發展基礎的金磚國 需要一些時間去鞏固根基 十分正常 第四點觀察是 金磚國組織成立時 新興國家是處於高速發展的上升軌階段 而擴容的現在 新興國家的發展都進入了樽頸位為止 各自面對嚴峻的內部問題 大家都要花精神和資源去攻堅黑難 因此 金磚國由五擴容到十國之後 說要停一停 消化一下 合情合理 節目到最後總結 金磚國這個概念在2000年前後提出 最初是一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概念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 才形成今天的規模 金磚國在今年初擴容 在今年年中表示要暫停擴容 我認為是貼近現實 無實的判斷 相比起來 有些分析把狂融這個現況 長得過分好 以及從而畫出一個過分大的大餅 例如認為會有金磚貨幣 取代美元等等 我都會認同這個美好的方向 是會朝這種方向去發展的 但感覺上 未必是三五年內可以取得的成果 國際發展複雜多變 除非有突發的重大事件 否則由近幾年的觀察深刻感受到 一切很難促成 而當前的金磚國 是冒實地在擴容和平止擴容之間 拿捏著它們的發展速度 今集的時事觀察先講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我是如飛 下次見 拜拜 字幕提供